好 再一点 今天我看到这个 我本来没有仔细看它 重申新兵训练 既恶劣天后要求事项 我想说 这就以前一直在要求的 只是在重新贴的版面而已 让大家重视一下 我就本来没有想要继续看这些 可是不对啊 我看第一句的时候 我吓一跳 为什么 你们看一下第一句写什么 近期接获名人反应 新兵入伍训练期间 受新冠疫情影响 部队未落实执行 三项基本体能 近战格斗 手榴弹投资 以及兵器训练 及战斗教练等科目 各新训中心 应按照准则 既定教犯私训 严格遵守时间 科目场地三不变原则 我看到这个叙述 这个叙述我头皮发麻了 为什么 怎么会名人反应 新兵都没有在训练 这个名人是怎么知道 他们没有训练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名人可以知道 里面的 营区里面的新训单位 都没有在训练 那个名人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那么厉害 这是我第一点想知道的 第二点是 今天如果真的 受新冠疫情影响 跟你的训练到底有何屁事啊 就多对个口罩 距离拉开 难道就不能上 这个基本体能吗 难道就不能上近战格斗吗 近战格斗 有一些可能不行了 难道就不能上手榴弹投资吗 难道就不能上兵器教练 难道就不能上战斗教练吗 胡扯 你知道新训单位是怎样 运用新冠疫情为由 然后荒废训练吗 这个是我觉得 我最不能接受的 你今天说新冠疫情 四月期间 我们能接受 每个人戴口罩 跑步也戴口罩 那为什么跑步都可以戴口罩 你其他课程的时候 没有办法训练 而且还被名人 还被名人反应 而且我看这个应该是不少 不少见 应该是很多见 那你这新训单位到底在干嘛 我懂不清楚 你看一下我们使命单位 除了训练 我们还要专精 还要下滴滴 还要去打联勇 那你新训 既然还可以被名人反应 说你们都没有操课 那我真的也服了你 你到底哪里有这个 总不操课 你会按场地科目 场地科目时间操课 你主观是要记大过一次 课表是命令 你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时间 场地跟科目 去实施操课的话 主观记大过一次 怎么还可以说 因为新冠疫情 所以你们都不操课 我真的有点疯掉 我们脚交那么多帅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好好在游民转兵的阶段 好好训练入伍生 结果你们就因为新冠疫情 荒废了所有训练 这个已经是所有训练了 你看他写 三项基本体能 近战格斗 手楼弹头子 兵器教练 以及战斗教练 几乎都涵盖在里面 所有课程都涵盖 因为我们新兵 有啦 有一个没有涵盖 一般课程的 一般课程就是那些 准则啦 卫生教育啦 军纪教育啦 然后合生化训练 那个叫一般训练 表示 表示你这新训单位 重要的都没做 都在做一般课程 难怪被民人反应嘛 摆烂嘛 爽的都在做 不爽的 要去沾兵战斗教练 要去战斗教练场 要半边趴下福地 不要做 手楼弹头子 整个全副武装 要实施手楼弹头子 他们就投得很烂 不要做 对不对 军纪教练要射击 要趴在大太阳底下 实施射击训练 不要做 是不是 近战格都要 刺枪处四刀爆 不要做 你们只做一般课程 你这些 这个新训单位 连长你也很有种 你也很会挑 柿子软的吃 只做一般课程 其他的课程都不完成 哇 你真的厉害 而且还被民人反应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样说你们 这个没差嘛 那一次戴口罩就戴口罩 那一次新兵 新兵他也是有时速配当表 你在新兵过程当中 你要完成多少课程的什么时速都已经配好了 新兵已经算是一个模式化课表 你就是要把这些课程都做完 虽然这个因为场地的关系 可能模式化课表也要四十的因应场地而做上下或左右的调整 但是那个时速配当是固定的 你们这些连长也太有种了吧 只挑一般课程做其他的课程都不做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今天这一个新闻 重点是怎么会接获名人反应呢 那名人到底是怎么知道你们没操课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名人竟然知道围墙里面的新兵单位 都只挑一般课程在训练 其他的课程都没做 这个名人也太厉害了 不是我 我先强调这个名人绝对不是我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绝对不可能看到围墙里面的阿兵哥 在操课的时候在操什么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那么厉害 这个名人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部队自抖自脸 然后要求现在的新兵单位 一定要非常严格执行各项课程 我不知道 如果你说他真的是名人反应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名人真的超级厉害 太厉害 太强了 这个是有关心肌训练 因为疫情而没有确实的训练 在今天这个青年日报特别提出来 我也希望各新兵单位都好要求一下 因为现在整个疫情都已经 就算疫情没有上官 你一样要超课 你不能说今天带口罩什么课都不超 那绝对会影响我们的部队训练 按照正常安全的合格规范下 因为国防部或各军司令部 对于我们疫情期间的各种做法 我相信你们比我还熟 要距离几公尺要隔板 你们比我还熟 那对于训练课程 一定有相关的规范 可能说次乡树以前都距离1.5公尺 现在变3公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们司令台那么大 你怕什么 就算司令台没那么大 我们分组实施可不可以 两个班 三个班为一组 然后分很多场地来实施可不可以 可以嘛 用你的头脑想一下 你连长又不是猪头 特前准备会议的时候 你就可以指导了嘛 你连长不是猪头嘛 那事实的 你不要今天我的这个赤枪树 例如在司令台 你就分组在司令台桌上 你不要这个赤枪树突然跑到人家战绩轨就好了 这样就让我讲的场地你也不能变 对 你就在司令台桌上分成三组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然距离拉开变成兵与兵之间 距离三公尺可不可以 可以嘛 所以 运群不会影响训练啦 那你怎么做应杵而已啦 所以你这个就让我觉得你连长就是想爽而已 我觉得啦 不然干嘛副操课 你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副操课 还是你连长比较笨 没有办法规划 那我就没办法 那就是你笨该实 难怪被人家检举 那你自己要扛起来 对 这个是有关精兵训练的部分 下一个 这个刚好 今天突然在新年日报看到这个新闻 刚好在讲到这个俄乌战争 那可能我们是比较偏向美国的国家 所以对于这个俄乌战争的各项报导 都比较偏向乌克兰一点 但是呢 以我这一个人在俄乌战争 到了一年的时间 快一年的时间 实际状况好像不是他们讲的这样 当然了 局部动员是真的有 局部动员 我那个时候也曾经做一个短片 到了 到了